梅艳芳和她共枕三年,周星驰怕她,晚年退出娱乐圈,让人无法忘记 梅艳芳和她共枕三年,周星驰怕她,晚年退出娱乐圈,让人无法忘记 林国斌这个名字大家也许并不熟悉,但在1993年与周星驰,吴梦达,钟立提破坏之王中段水流大师兄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而段水流大师兄的扮演者正是林国斌 你可能曾经以为她就是黎明吧?不要认错人哦,她叫林国斌 虽然长得像黎明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,但她在演艺上真的不是垃圾 她演的角色大多为反派,尤其饰演伪君子的时候,更让人恨之露骨 比如中华赌辖中饰演背叛古天乐,虐待并侮辱朱音的阳光 林国斌,1960年9月出生于香港,香港舞师,动作演员 1985年加入成家班,在成家班做幕后工作 后成家班解体后,林国斌成龙一名演员,林国斌所饰演的都是比较反派的角色,包括破坏之王,鼠胆龙威等,后来经过锻炼直呼的林国斌,才成为了大家所喜爱的男明星 生活中的林国斌和电视上截然不同,生活中善良直白,也正是这点吸引好多女星,其中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她与梅艳芳的恋情 1985年,林国斌与梅艳芳相恋 1990年两人同居 1991年在发生黄朗维被枪杀事件后,她更日夜陪伴保护着梅艳芳 后来因为两人的地位差距解梅艳芳性格刚烈,外界一直盛传林国斌被梅艳芳包养,林被感压力,最后分了手 2000年,林国斌与梅艳芳,张家辉,朱音共同主演了电影《中华赌侠》,并饰演了《雅雲康》,并荡出影坛 林国斌跟梅艳芳分手后,交了一位女友,随后在一起20年,但在2007年却传出跟无限小花绯闻 女方知道南方有正派女友,却还是甘愿做第三者痴缠七年之久 现年57岁的林国斌,即使桃花运不断,也依然没有结婚 低调地过着自己远离娱乐圈的生活